運動員的特點就是不斷地提升他們的標準 當他們還是開始的時候 可能是40kg、50kg 但是慢慢他們會追求60kg、70kg 慢慢就會提升到80kg、90kg 甚至100kg 或者好像Squatch一樣 他剛剛做的時候可能是60kg 接著70kg、80kg 接著慢慢去到100kg 接著甚至Double Body Weight 運動員的特點就是拒絕平凡 每一個運動員都不喜歡做一個平常的人 不斷地向上爬 不斷地尋求進步 其實出來做事也是一樣的 你會追求更高的income 沒有人說賺錢是錯的 世界上賺錢最多的運動員 沒有人覺得他們有錯 正如健身教練也一樣 沒有人會質疑教練賺得太多錢 因為做教練是多勞多得的 當你賺到錢之後 你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質素 還有可以去進修 令自己更加專業 更加Pro 還有如果你家裡有困難的時候 你可以伸出援手 也可以有能力去奉獻 幫助教會 幫助社區 就算你家庭的一份子 你都要提升自己的standard 做一個更好的父親 做一個更好的丈夫 所以我們每個人都沒有藉口去拒絕進步 我會做一個更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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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做一個更好的方法